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评价一个球星实力的高低,带队能力是重要指标,带领球队取得胜利,才是一个领袖,应该做到的事情。 2009年NBA选秀,最出众的两位球星库里和哈登,一直是球队领袖。 现在,两人的带队能力,已经见分响,本赛季过后,再无悬念。 先说库里,今天勇士课场114,比91战胜马四。 库里心中,憋了一股气,因为上一场比赛,他们惜败马四。 库里更是,连绝杀机会都没有。 这场比赛,库里身先士足,得到32分4个篮板,并命中4个三分球。 其中第三节,单节得到16分,以一己之力,点燃了勇士进攻的火焰。 马四的防线,瞬间被打垮。 最终,球队也是,取得了一场大胜。 反观篮王,今天篮王以11分之差输给了东部垫底,球队底特利活塞。 让很多人,意想不到。 这场比赛哈登,得到24分6篮板,12助攻5盖帽。 表现不可谓不出色,可是在球队,最需要他得分的时候,他却没能站出来,带队取得胜利。 火塞可不是一个东部强队,输给他们,实在不应该。 值得注意的是,篮王已经遭遇了三连败。 在杜兰特缺阵的情况下,哈登本应成为球队领袖,可结果让人非常失望。 为何两人的带队能力,差距这么大呢? 原因很简单,两人的打法,大不相同。 库里和哈登都是联盟,顶级外线进攻者。 有着无与伦比的,得分能力。 但库里,倾向于无球进攻。 他会有大量的,无球跑位。 哈登则会有大量的,持球进攻权限。 我们都知道,库里有着顶尖的,三分威慑力。 他每次跑位都会,吸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。 而哈登需要持球,其他四位球员,往往会一字排开,给他拉开空间。 这么做,并不利于队友的融入。 库里这边,如果他手感火热,那么对方的防守注意,都会集中在他身上。 其他四位队友,都会得到很好的空位的机会。 所以,勇士经常能打出一波流,瞬间将对手的防守击垮,便得益于库里这种进攻能力。 还有一点,我们需要注意。 库里的持球突破,以及传球能力,是被大大低估的。 由于勇士这几年,都以格林为主控,他承担球队的组织大权。 人们总是会习惯性忽略库里的突破造杀伤,以及传球能力。 事实上,库里突破和传球,都是联盟顶尖。 现在库里,不如前几年那样灵动。 但是核心,对抗更强。 他的传球意识,和视野也更好,可以及时找到,队友的空位。 本赛季库里场军,可以送出超过六个主攻。 依然维持了,高效水准。 最后,篮网有一点,需要我们担忧。 哈登·欧文·杜兰特三人的,个人能力不必多说。 世人皆知,没有任何人,能在一对一情况下,防守住这三人。 但问题是,这三人都不是以,传球组织能力建成的球员。 都不是以带动,球队能力建成的球员。 那么进入季后赛,这三人的球权,该如何分配? 谁来牺牲,为队友组织。 更不要提篮网,糟糕的防守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库里带着不被看好的勇士,打出好成绩,足以彰显其实力。 他是比哈登,更好的球队领袖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